老师看一下艾迪的图片 他有这个牛番茄的照片 在商品当中呢 他问问他就是 有关他的这个 有期呢 就是我们的牛番茄 是不是有得病 是不是有得病 最后一张的商品呢 已经有担拌软软了 而且 还有一条一条的这种痕迹 这是不是跟欠品呢 有关系 现在是书生 他看到的就是ün tekrar 颜色 所以说有稍微 有稍微 乌鲜 然后颜色 这个 babys__o 有着软色 哪下敢 也不会滑 那么另外一项是 他那个 然后是这样 哇 这个皮呢 这个 ITTLE 顶 这个 很厚 酥 酸 黑 酸 酸 那 那么这种情形 但是就是说 一般若是缺棚 通常他有一个这个 虽然是木栓化 但是他通常所呈现 出现的一个这个 总共是一个绕圈圈这种方式 绕圈圈 在这个果地 地头的这个地方 所以那么这可能是这样 另外这个就是说 这个时候这个颜色 比较好 比较好 这跟朋友有一点关系 但是 他的颜色颜色比较好 最主要还是高温 就是说这种 目前这个温度 当然如果是在山顶 那么白天温度高 然后这个 暗时温度有了 各个的降下 那大概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所以呢 这个通常是在 我们这里面 这 可以给我们好朋友 是要知道的一个这个重点 所以这是在这里 让你稍微做一个这个参考 就是说简单来说 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变化 所以是这样 所以这头这种食水 比较好 这应该是含高温 就是说这个日渐的这个高温 所以 有稍微有一点 这转色不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已经有稍微标普的这个 看起来不像是病 就是说它的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含有 有一点点缺膨 但是缺膨的这个状况 可含有一个不一样 因为你 这样炒大炒大 这种这含 我们常常在说到 就是说在 它开花那段时间 番茄如果在开花那段时间 会去煮到一些 比方说像这种 红地独这类的 这种 这种蚌�虣的危害 蠻类的危害 蠻类的 蠻类的 简单说蠻类的 蠻类的危害 那么有可能 这个大厚起来的时候 那他就会在那个管顶 这通常在蜜蜜的管顶就这样遥遥 但是他会在这个里面 并说在他的这个这个 幼谷的地方 他也是蜜蜜去咬 那么他就拾到这个 他的标普的 稍微有出现到这种 蜜蜜蜜蜜蜜蜜 这种的 这种的 这个情形 所以 这你要注意到 这应该是在这个开花 那段时间去读到 这种 这个蜜蜜 这蜜蜜有包括这个茶细蜜 这个茶细蜜 那么 同常茶细蜜 是在较有效的一个地方 还是说像这个二点月蜜 二点月蜜蜜 是有效老效 这整个 他会去危害 这在各的一个地方 其实在有各的 特别是有各的一段时间 也是有 所以 这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你这个有各的 中间 出现到这种 一个满类的一个危害 所作成的 所以要不然个人 这个判断是这样 那么这个应该不是 不是病 缺膨呢 是一个比较 简单性的一个 就是说 当然在热的时候 轻微的缺膨都会有 但是你也没有看到 有这个 环状裂裂裂 的时候 这同常是很难去判断 因为 你般若看到 这个缺膨 更严重 它很明显的 就有这个 环状裂裂裂 这个 所以这个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应该是 在这个 推断当中 不过人的 因为说 这应该是在这个 有各的一个 这个时尊 那 让我们去遇到这个危害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听众朋友 稍微做个参考